大家好,我是Day 今天想要给大家快速整理一下 目前为止,引起 ... 争议艺人们的最细后续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被澄清的艺人 目前出演韩剧Pentos 2的演员К叶炳 前几天也被一个上传毕业相册作证的网友爆料了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很多同学们的护航贴文 公司也声明了 不是事实会进行提告 结果,最初爆料的网友就向公司道歉后 删掉了贴文 真的是吃饱饭没事做了 接下来是姚晓艺的成员孰谨 昨天 所属公司Cube娱乐正式声明 公司有向学校的老师以及多数的同学们 确认了当时的情况 目前为止确认到的结果 也是跟之前声明的一样 曾经有过通话中的争吵 但是没有其他网友们主张的暴力行为 为了更明确的确认 公司提出了发文网友们与当事人的见面 但是大家都表示拒绝 所以当事人之间的见面没有达成 但是以后如果需要当事人之间的见面的话 公司随时都会准备的 现在苏金已停止了所有活动 尤其爱者战事会以五人体制进行活动 再次真心的向大家道歉 因有关本公司艺人的争议给大家造成的不便 但是对于恶意造谣人身攻击等的留言 会继续采取法律对应的 但是在Cube的声明文之后 那位示威者的姐姐也在IG发文 就算会花上很多时间 我也会带来证据的 接下来是女团April 在前成员Hunju弟弟的爆料之后 很多网友们就开始找出了 质疑April队友们孤立Hunju的影片 而因为网友们都觉得影片内容非常真实 所以现在April的形象在韩国真的是很不好 更何况成员Hun在去年已发的争议 也重新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导致很多网友们都在网络上分享 Hun代言出演的广告清单 并提倡抵制这些商品 结果大部分的厂商都顶不住舆论的压力 悄悄地在官网、YouTube频道、IG等地方 下架了有关Hun代言产品的相关照片、影片 而不只是广告 就连昨天播放的综艺节目Mandame广角 也是剪掉了Hun出演的片段 最后就是Hun主演的SBC新剧《Movementixi》 目前在该电台的留言板 已经有1200多条的留言要求Hun的下车 对此制作组对媒体表示 目前正在确认情况等事实确认之后再做决定 接下来是演员Pakesu 从上个月底开始 就被很多网友们爆料各式各样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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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복 我们需要的只是Paketsu真心的道歉而已 然后在昨天也发生了非常反转的事情 昨天D社突然公开了Paketsu与发文爆料 在卡拉OK被Paketsu殴打的A某的聊天记录 并报导说 当天Paketsu不在现场 A某是被其他人殴打 所以没有这回事 但是没过多久 马上就出现了被打脸的事情 当天在现场殴打A某的两位加害者向媒体指控 我们是Paketsu的朋友 当天Paketsu也在现场跟我们一起殴打了A某 之后我们有真心的向A某道歉 到现在也有来往 我们是当天的加害者 没有一丝的谎言 Paketsu当天就在现场与我们殴打了A某 原本预定在2月26号开始播放的 Paketsu与演戏题成员前向主演的电视剧TLM 因为很多网友们情愿要求Paketsu退出TLM 所以目前KBES也正在无期限的延期TLM的播放 最后就是被网友们称为是 历代级XX爆料的演员金吉苏 先给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 目前为止被爆料的XX内容 吃饭时间有不想吃的菜 就会丢到同学们的身体或者是衣服上 带头让全校成一起孤立一个要打小包够的同学 常常跟自己那一帮的混混们 威胁 辱骂 吐口水 殴打同学 还会勒索钱财 理由只是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 高中时期每周末都会伪造身份证区业店 并且常常会在学校炫耀 自己跟哪些女生发生过关系 甚至也在厕所与一位女中学生发生关系后拍下来 分享给朋友们看了 还没有结束 金吉苏还让男同学自己安慰自己 然后强迫射到另一个男同学的脸跟嘴里 如果这些爆料都是真的 已经不是校园XX的程度了 因为爆料的网友们多次说过 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就算给100亿也没用 我们需要的是金吉苏真心的道歉 没过多久 金吉苏就在IG上传了手写道歉文 没有一丝的反驳 承认了霸凌 结果金吉苏主演 目前已经播放到第六回的韩剧 已经宣布了男主金吉苏的下车 并表示 该男主角色将会由出演敲烈忘乎的演员 达英诺来代替 真的是给了其他演员工作人员观众们 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现在是真的希望 在学生时期有战争做过那些事情的艺人们 能够赶紧承认道歉 不要再给受害者以及家人们二次加害 而只是为了弄垮一个艺人耳在造谣的网友们 也希望能够到此为止赶紧认错道歉 不要再继续伤害艺人以及粉丝们了 感谢观看